買粒糖其實很便宜 但在疫情下 糖果的銷售仍然下跌 擁有幾十年歷史的糖果製造商 為了與零售商共渡時間 願意延長付款期和付運期 結果 它吸引到更多的新額戶 疫情發生之後 我們要面對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我們那個工廠 防範的疫情發生 因為我們只怕如果中招的話 我們可能會出現斷工 這樣就很慘了 就是這件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在疫情期間 剛剛沒有我們的項目進行 我們儲備那個廠 因為我們那裡投入差不多 3,000萬港幣 3,000萬港幣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補償 以時完成的話 對我們今後的影響是大的 除了在生產方面要把關好 和顧客之間的營銷關係 亦都非常重要 新亞薑糖在疫情期間 被客戶延長付款期 這些靈活的措施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新客戶 提供一個優惠的措施 例如營館的交貨期 我們本來十天都可以交 但是因為疫情期間 那個全國公司那裡 那個船是很難預訂的 所以來說 我們就是隨著它的意思 就是時間方面 我們沒有限制它 譬如它何時有船 我們何時就跟它付運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我們對種客戶 我們就是對那個副本的條件 都是比較寬紅的 譬如原本是30天 可能可以做到45天 甚至60天 我們讓它這樣輸不下 另外一個 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們開拓一個新的市場 所以反而在那個疫情期間 我們反而那個客戶 都做了11個出口的客戶 在過去數十年 姜糖都是以華人市場為主導 但是近年市場出現轉變 姜的產品逐漸受到東南亞 甚至西方人歡迎 新亞姜糖也都把握這個機遇 今年在印尼建設新的工廠 身體上我是比較樂觀 根據我們2019年那段時間 那個業績是股算的 因為我們如果我們新的投入這個廠 我們成本可以坎本 坎本的話 意味著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所以我們日市場開拓 不只依靠歐美發達國家 變成連迷中東東南亞這些國家 要求比較低的價錢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總括來說 我們是比較樂觀的 因為我們除了以後 開拓這個姜糖之外 還有其他 也將有關聯的其他產品 今集營商有計 逆下主動尋機遇 方便客人造就雙贏 voit生在這個月 下次再見 給你看 我們下 movie 大家 看到 我們